大家好 好一陣子沒開箱了 今天一如往常 要分享生活中的小玩意兒 不過今天要開箱的物品 跟以往的物品 style 不太一樣 一直以來都是開箱一些小工具 或者是3C產品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穿搭配件 穿搭配件 今天也可以洗一下人色 洗看看有沒有辦法變型男的那種style 那我今天這個商品 它也不是一個新款式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台灣沒有賣 台灣沒有賣 那我是從日本買的 這邊可以看得到 它叫BYE 我是用 在日本用 跨海有購的方式去買到的 它是代購商 那這個商品台灣 其實像 其中一件的話我在台灣見過 不過極難入手 因為台灣的量很少 那另外兩件就從來沒見過 那我再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小玩意兒是什麼 穿搭配件 來 好 一樣也是用 這個我的工具錢 這個是 Charge TDI 來做開箱 那這個 在日本廣購的話 有個特色 他們的包裝 都是那麼的精簡簡潔 而且蠻乾淨 很有熱板style 其實我這一個商品的話 1月13號就拿到了 右下角看到 但是我一直到現在才開箱 因為疫情的關係 把它放在家裡的院子 在那邊 然後曬一下太陽 那 避免它上面沾附了 病菌 而且它是來自於這個 疫情稍微有點嚴重的日本 好 我們已經打開了 那打開的時候 看一下裡面的內容物 日本人的包裝 還不錯啦 它就是 這個代購商還蠻好的 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它就有一些充氣的 填充袋 然後填充袋 然後它有一個 紙袋 因為我是三件網拍的商品 包裝在一起 做package寄送的 它這樣比較等運費 你看它的包裝 我覺得還不錯啦 我就已經開 看它有什麼 然後日本人 他們在做網拍的時候 這個就是它直接寄來的包裝 日本的網拍 其實包裝都還蠻仔細的 對 還不錯啦 然後總共有三件 那這個包裝袋的話 應該就是日本 他們的 這個叫做 像宅機便 的包裝 他們就長這個樣子 很有日本Style 就是很整齊 很整齊 我看從哪一個開始 來我們就這樣一二三好了 一二三 三件 從這件開始 一次啊 我們就開個 開個go 今天算是新春 特別節目 一次開三件 然後 農曆年特別節目 虎年行大運 咱們開第一件 有網友反映說我們在影片裡面 廢話太多 不好意思 會改進 不過因為我的影片都不做簡潔的 就只一進到底 所以說 相信的話 就是想講什麼就講了什麼 請大家都包涵 好 那這第一件 第一件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帽子 是的 我的日常朋友們應該都知道 我有在收藏 New Era的帽子 那我 New Era帽子的話 實在是數量很多 當然是我要我身邊的朋友 他才會知道 我身朋友都知道 我們身上 擁有的 New Era的帽子 是非常多 那這一個帽型是什麼呢 這帽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5950 5950 那我手指頭下面 就是這頂帽子的size 這是全封帽 全封帽 全封帽的意思就是 它這個帽子 它是有size的 它的帽圍 那是不可以調整的 我們叫全封帽 對 那這個size不遮起來的話 我們 頭很大的事情 就容易被人家發掘了 那我們看一下 日本的 日本縣 它叫Japanese Line 日本縣的產品 它的標籤上面會寫什麼 它這頂的話 它叫5950 5950就是全封帽 對不對 New York 洋雞 Butterfly Navy Navy的話 是指它的顏色 Multi Multi Navy Multi 它的這個吊牌的話 跟台灣的有點類似 不過台灣的話 它會多幾個 會是三個吊牌的 我等一下開另外兩件帽子 看會不會有三個吊牌 好 那這頂是 洋雞的蝴蝶 蝴蝶 還不錯啦 幾隻蝴蝶 在身邊做頂 這一頂的話 我台灣 是沒有見過 這是日本縣的產品 那我們 Navy Multi Navy Multi 正品 就是不是防品 正品的話 它都會有一個雷射標籤 如果說它是大聯盟 的帽子的話 就會有雷射標籤 它是洋雞隊的 對 好 那它這個就是全封帽 好 蝴蝶 這頂還不錯 來 我們看第二件 第二件 然後 第二件 我記得我這次的話 應該是有兩種帽型 其中有一種帽型 比較特別 我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包裡面 我再跟各位講 我們看一下 那個日本人 他們的宅急便 它一樣也是黑貓 Yamato 運輸 裝用袋 好 好 好 這個 我看晚點 有網友會留言說 影片 這個廢話太多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是我們的Style 這就是跟大家鹹花家常的 一個生活型的影片 跟那種商業型的Youtuber 不太一樣 他們都會剪輯的很好 而且剪輯師 我沒有那些 新功夫 而且我的影片也沒有開銀利 所以說 不太好花那麼多時間 在做剪輯的事情 好 來 我們來第二件 第二件的話 它叫 哇 它用St. Laurent的 紙袋來裝 日本人的Style 我蠻欣賞的 都很精簡 你看 你看他們拿的 網拍的商品 你看他網拍商品的包裝 蠻用心的 不像我們台灣 都會用膠帶纏的很那個 好 好 這頂厲害了 這頂叫做KISS KISS KISS 這頂 這頂的話 這頂在台灣 是沒有販售的 因為它是KISS聯名 它同樣也是 羊肌 羊肌的那個 對灰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開了兩件 都是剛好羊肌 我跟你說啦 我再開100個帽子的話 很有可能有50%都是羊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個 在 New Era的帽子裡面的話 羊肌跟稻肌 這兩個球隊的話 會是一個比較大 比較多產量的帽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它這頂的話 它是跟KISS做聯名的 K-I-T-H 這是一個潮牌 KISS聯名 所以說通常聯名的帽子 都會比較有特色 對那它就是做一個花的圖樣 那KISS聯名的話 都是花系列 那我這個花看起來的話 是牡丹花 好 那它這個帽型比較特別 這帽型怎麼特別法 它這一個 拳風帽 它是一個拳風帽 拳風帽就是它不可調 那不可調的情況下 它一定會有size 還是透露size 它會有size 那有size的時候的話 我們通常有size的就稱為5950 但是5950的話 照理講應該要像這樣子的帽型 就是它的帽岩是平的 但是這一頂的帽岩 它不是平的 它帽岩是彎的 所以說它這個帽型的話 是算940系列 940系列 不過940系列都可調 所以說它這個是一個混搭型 就是它彎帽岩 然後又不可調 所以它就介於 這是特別的款式 其實New Era這樣的款式 彎帽岩又不可調 的全帽帽的話是非常少的 那這一件 很有個性 而且它的帽型整個是走老帽的那種帽型 跟這個5950很挺的那種帽型不太一樣 而且5950它的這個額頭部分會比較高 那這個的話是比較平的 它是老帽型的 老帽的那個Style 但是又做全風喔 所以說非常有特色 那再來是說這個Kiss聯名 如果說 有熟悉潮牌的朋友的話 會知道說這個是還蠻著名的潮牌 今天這個影片洗人色啦 我們以往的話都說是工具人 那今天看人色有沒有辦法洗成型男 那它是它的袋子 還不錯 這頂還蠻好看的 蠻花俏 很好 來 那第三頂 第三頂 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頂是什麼裡面寄來的 當然這是從日本跨來的 沒錯 但是在日本裡面的話 有不同的現實 也不像從來的 沒關係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日本的這個包裝真的是很有 很有日本味喔 就是很 很整潔 它上面也不會印一些Logo 他們的那個 摘機店 哇這點厲害 這點厲害 很好 這頂的話 是非常特色 你會覺得它很花對不對 是啦 它就真的很花 它是真的很花 沒錯 那這頂的話 我的Size都被人家知道了 它是 它是聯名 聯名款 聯名款的話 它就不會有 這個羊肌啊 的Logo 那像這種有跟大聯盟啊 做結合的話 它都會有一個這個 大聯盟的雷射標籤 像這種的話 是聯名系列 所以說它就跟大聯盟無關 它就沒有雷射標籤了 那這個 這個系列是什麼呢 這是 哆啦A夢 哆啦A夢 50週年的系列 其中的 一件商品 這一個帽子 我非常的喜歡 那在台灣 極難入手 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地方 它有寫 SHOPRO 4T 它是日本 日本國內販賣許可 哇這字好小喔 日本國內販賣許可 對這個是 日本國內線的 所以說你在台灣的話 都必須要跨海啊 去選人家做代購啦 那這一頂帽子 不算是新上市喔 這一頂帽子上市已經一年了 一年多喔 那難能可貴 就是在它一年多之後 你還可以入手到全新的一個帽子 這極難入手 那 還是給大家看到了我的size 而且這是全風帽 全風帽的意思就是 它有分size 所以你在市面上 你就算找到同一個款式 你也不見得剛好是你的size 所以說 像這樣子的帽子 在取得上面都蠻困難的喔 那我說明一下 它這個帽子的內容物啦 它上面圖案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用印花布去印的喔 那這些就是 哆啦A夢所有的道具 哆啦A夢在 系列漫畫裡面 所有的道具都會出現 我們有看到任意門 阿拉丁神燈啊 竹蜻蜓 很不錯啦 其實這個蠻花俏的 看起來活潑的感覺 這頂帽子我蠻喜歡的 然後它這邊的話也有寫 它是 哆啦A夢 哆啦A夢聯名 New Era 不錯不錯不錯 太好了太好了 這頂我 我喜歡 TV Asahi 很好 其實這頂的話 比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再好看一些 因為網路上看到的時候 不知道是因為拍攝的關係啊 就覺得它太花 可是我拿在手上的時候 覺得它好活潑 看起來好像很可愛的感覺 好像戴了以後 心情就會很不錯 這很適合出去玩 尤其我們現在在過農曆年 期間過農曆年 今天應該算是小年夜吧 年假第一天 那 當然現在在疫情中 我們過年 年假應該都在家裡面的 沒辦法出去走春 我希望說 我們疫情早點過去 我就可以戴著這頂帽子 去賞櫻花 那賞櫻花的時候的話 我們也可以 再用這頂帽子替換整袋 順便賞牡丹花 也不錯 不過我們換花季 可能要再晚一點點 那花裡面的話 花蟲裡的話 又有蝴蝶 所以說想畫的時候 把這三頂帽子整個帶出門 我就可以 開始什麼花 我們在戴什麼帽 好 那今天的話 開箱就到這邊來 影片不會太冗長啦 之前影片都到20幾分鐘 現在在15分鐘以內 謝謝大家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到網路上也可以再找我看 有沒有這個 同系列的帽子 如果喜歡 那如果說各位 有在更詳盡的問題要問 我在影片中沒有講清楚的話 也可以 踴躍留言 我們可以互動一下 好 謝謝大家 祝大家 2022年 農曆春節愉快 五年行大運 虎虎生風 新年快樂